还原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真实面目 有声书武则天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由独克熊猫军官方出品 第三百三十四集 围团二凑前两步 一把拉住五轮的手 低声说道 黄四但凡欢心 万岁私下已说了 谋反与您丝毫无干 劝您切莫苦恼 保养好身体 转眼就过年了 即使万象神宫举行大典 还要让您和皇孙献祭呢 只是这一句话 五轮的心里就踏实大板了 自从垂拱五年 明堂落成 每逢新年或极庆日 母亲总要大享名堂 祭祀天地神明 祭典的出现 自然是由母亲担当 亚县和中县 一直是她和长子成器 如今这项典礼没有任何改变 他们父子依旧在新年之际 参与祭礼 受百官朝贺 这不等于向天下人宣布 她的地位 丝毫没有动摇吗 这可真是谢天谢地啊 五轮可算松了口气了 不知不觉已经汗流加倍 这个时候 她在发觉 自己正抓着围团儿的手 赶忙撤开 退后两步 说道 谢姐姐相告 多有怠慢 一抬眼 却见围团儿绣眸寒情 面带春色 正朝她微笑 围团儿出身于关隆望族 经兆为世 但是知戏寒威 家中贫困 父亲只是一个芝麻小官 他天资聪颖 相貌也颇为清秀 以这等资质入皇宫 虽然地位卑微 只要努力 也是可能获得圣宠的 习乎 她生不逢时 入宫刚一年 就赶上了天兽革命 如今在位的是女皇 那哪会有什么圣宠呢 她呢 又不似上官婉儿那般 精通师叔 伺候女皇再用心 终究是端茶倒水的角色 即便日后 有幸升到六上 仍然是守活寡 到头来 女皇龙玉上宾 自己还要到 德业寺 景福寺之类的地方 消磨残生 围团儿实在是不甘心 难道这辈子 注定就没有出头之日了吗 她默默无闻 当差干活 忽然有一日 她豁然醒悟 自己可以效仿的人 不就在身边吗 当年武诏是太宗的才人 也不受宠 却与高宗暗中结婚 故而能媒开二度 机身朝仪 生儿育女 夺去后卫 家尊天后 直至今日成为了九五之尊 算起来 这一切都源于 她和太子暗度陈仓 围团儿固然没有 武诏那么大的志向 但是若能与太子结好 不也可以转变暗淡的人生吗 别说当皇帝 当皇后 就是当个嫔妃 也比做一辈子的奴婢强啊 若是将来养下个一男半女 那后半生不就有靠了吗 现今天下太子是谁呢 当然就是将为皇寺的五轮了 围团儿日日侍奉在女皇身边 能够感觉得到 女皇对这个儿子并不是无情 从改朝换代的风波 直至史物资 曾常见两庄大案 女皇都没有牵扯东宫 足见五轮还是很有希望的 再者 五轮天字绰约 温和可亲 正值圣年 本身就颇具魅力 围团儿岂能不动心呢 故而他想方设法接近五轮 常以女皇密室相告 每逢有今天这样的差事 更是主动请婴 以便效仿昔日五照 暗通理智之事 其实五轮也隐约感觉到了 这位围姑娘 似乎对自己有点头怀送抱的意思 可是他哪敢胡来呀 现今身处险境 性命都不一定能保全 岂敢和母亲侍女勾勾搭搭的呀 他急忙把头低下 再不看围团儿一眼 请姐姐回禀圣上 就说我感念他老人家恩德 也请他保重龙体 另外 我近来甚是无聊 想搞些音乐自愚 劳烦姐姐带我请示圣上 能否拨几名思长寺 或内教方的乐宫过来 方便谱曲作歌 这是涛惠之策 他固然喜欢音乐 此举却更是为了让母亲 对他放下戒心 以为他只想着娱乐 对朝政没有野心 奴婢一定奏命 围团儿一口应响 却又笑盈盈地道 陛下喜好私主 真是颇有天皇一风 听闻天皇大帝 昔日曾组织月宫 做一曲春莹传 殿下可知此去来历吗 武伦却不解风情地说道 前朝就是 非我所知 姐姐 还是去向教方之人请教吧 转而 他朝外高呼 王姓何在 内外有别 本王不便相送 你带我送韦姐姐出去吧 围团儿见他一副巨人千里的姿态 心中阵阵地发凉 我何尝亏待过你呀 宫里有什么风吹草动 还不是我跑过来告诉你吗 天下还有比我对你更好的人吗 为何你却为我如虎呢 王姓过来失礼 唯姑娘 请吧 唯团儿 无奈而去 迈出东宫之际 他回溯方才之事 想起了五轮的那群妻妾 那刘氏呢 生得端庄秀丽 生下嫡长子成器 豆氏 更是国色天香 俏丽动人 而且出身关隆名门 听说呀 生了三个儿女 她身边尽是这样的人 哪里在乎我这一介宫女呢 当年女皇好歹是个才人 我又算什么东西呀 想走这条路 是不是有点异想天开呀 但是 此事关乎她的前途命运 唯团儿 是不会放弃的 新春之际 明堂祭礼顺利举行 依旧是皇寺五轮 皇孙成器 充当亚县 中县 这似乎意味着 历寺的风波已经结束 女皇又重新任命了四名宰相 以凤阁侍郎仁之谷 帝官侍郎敌人杰 东官尚书裴行本 下官尚书 杨直柔 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 杨直柔品貌端庄 待人谦和 财干却不出众 资历也不深 但是 她是红农阳氏之人 随朝 关德王 阳雄的曾孙 论起来呀 她是 女皇母族的侄儿 故而得到重用 在简单调整 宰相班子之后 女皇宣布改元 改天寿三年 为 如意元年 如意是一句再普通的吉祥话了 但是 就和民间图吉利一样 恐怕正因为女皇心里并不如意 才期盼着事事如意吧 或许 女皇觉得真心拥护自己的人还是不多 这一年 她又大开洪恩 将各道存福时举荐的人才 不加考核一律受官 霍县可等二十四人 为监察御史 徐欣等二十四人 为著作狼 崔轩道等二十二人 为魏左 王山陵等六十人 为时宜 补缺 朝廷凭空多出了一百三十名官 这明显是笼络人心的手段 其实不如意的绝非是女皇义人 五乘四何尝不是满腹的委屈呢 陈长倩一案的起因是连署推荐她当太子 实际上 缩使来俊臣制造假案的人也是她 如今 作梗的人倒是杀了 可是立她为太子的事儿 却没了下文 两位公主和李贤之子被监禁 五轮却未受丝毫波及 还冠冕堂皇地充当祭祀的亚县 而且 继任宰相的人之谷 敌人节 陪行本 照样不是她能掌控的人 就连杨直柔也算不上朋友 这样的安排究竟是何意呢 崔神机 李湛等功臣子弟得到了封赏 莱俊臣也升了两阶官 唯独他没捞到一丝好处 一场辛苦为谁忙呢 五乘四实在是摸不清女皇在盘算什么 当然他也不敢直接了当去问 唯有继续想办法 功夫不负有心人 就在明堂祭祀结束一个月后 他又逮出机会 炮制出一级大案 该案的始作俑者是 世遇史郭鸿霸 郭鸿霸在高宗时期入室 原本担任宁陵县城 因在徐敬业叛乱时 自请统兵出战而一举成名 其实呢 宁陵距扬州甚远 朝廷就是再无人可用 也不至于派一个小小的县城统兵 这次请战完全是媚上之举 但是当时正逢培言逼宫 五兆急需振奋人心 故而下诏褒奖 晋升他为监察御史 因为他在请战书中 称王讨徐敬业 臣士抽其筋 食其肉 饮其血 绝其髓 所以同僚给他起了一个绰号 换作四旗御史 郭鸿霸从地方调入朝廷 官是生了 可惜再无见书 他才智平庸 书读的不多 资历也不够 在能人背出的洛阳 哪里混得开呀 可是呢 就在他灰心丧气之际 五兆在宫门设立同轨 大规模的告密冤狱开始了 郭鸿霸又看到了一条通天大道 于是和周星 莱子荀等酷吏打得火热 也跟着罗之最暗陷害大臣 两年前枪人作乱 方舟刺史 李斯出征平盘 因为行动迟缓 被部下诬告谋犯 郭鸿霸主动请英审理此案 对李斯征施以独行 最终驱打成招 踩着无辜者的血 晋升事与时 不过随着女皇改朝换代 郭鸿霸再次感到了危机重重 酷吏的日子似乎也不大好过 周星所原理相继云命 就连和他关系最好的莱子荀也倒了没了 当初莱子荀挑起史务资一案 事后顶替被杀的阿史纳慧 担任雨林中郎奖 可惜没高兴几日呢 便被周星之士牵扯进去 落了一个刘沛爱州的结局 这样发展下去 那会不会轮到他郭某人呢 郭鸿霸惶惶不可终日 觉得这条路走不通了 想另谋存身之道 于是他转而把心思 花到了魏元忠的身上 魏元忠官居左玉史忠诚 是他的上司 况且上过刑场又被女皇赦免 足见圣卷颇深 巴结此人的绝对不错 即便不能升官 那也能在危难关头留个后路 为此他时刻关注魏元忠的一举一动 处处逢迎殷切至极 去年魏元忠忽然染病 多日未能职工 宿政台的下属前往探望 郭鸿霸不甘落后 也跟着大伙去了 探问病情之后 众人说了一些祝福康复的话 纷纷离去 他却不走 竟闯到魏元忠的后宅 拿起魏元忠的便盆 大模大样地尝了一口便叶 笑道 卑职不才 能尝便叶 艳疾轻重 为甘者病重难愈 宫之便叶甚苦 足见大有好转 不日将可痊愈 可喜可贺 我操心你的病 肯为你尝便艳疾 这对你还不够好吗 郭鸿霸自以为这招很高 殊不知啊 弄巧成拙 魏元忠是何许人也啊 敢作敢为 性情高傲 怎能瞧得上此等伎俩呢 而且他饱读诗书 对尝便艳疾之事 再清楚不过了 春秋之际 吴国灭月国 月王勾剑 师身为奴 曾为吴王夫差 尝过粪便 并言 辅粪者 谷畏也 顺时气则生 逆时气则死 大王之粪 胃苦且酸 正值春夏发生之气 故将痊愈 郭鸿霸的举动 明显是效仿勾剑 人家勾剑驱昧 吴王乃是祭策 后来回到故土 赴国报仇 反倒把吴国给灭了 他郭某人又揣着什么心思呢 人家说 粪便之味 当饮食器 夏春 味道当苦 郭某人就说 味苦一定是好的 季节根本对不上 这简直是东施孝贫 魏元忠被他恶心坏了 当即把他轰走 过了几日 病情好转 魏元忠回到宫中理事 跟同僚说起此事 痛斥郭红霸是谄媚之徒 众人无不耻笑 自此 四骑御史 又多了一个新的称号 叫做长份御史 郭红霸白吃了一嘴史 不但没捞到好处 还弄得名声狼藉 从此 就恨上了魏元忠 恰在此时 陈长倩 欧阳通等人冤案爆发 来俊臣一口气整死了四名宰相 两位驸马 数十家大臣 因此官升两阶 郭红霸原以为酷吏之徒没希望了 没想到还有这么大的好处 而且 来俊臣的背后 似乎有魏王之耻 被靠大树好乘梁啊 反正名声已经坏了 还痛赶什么前非啊 他立刻和侯思纸 王红义等所言里的余孽 都投笑到了莱俊臣的麾下 继续敢杀人害命的勾当 郭红霸虽不曾去尝莱俊臣的份 却也没少下功夫 柳须拍马 自不必提 没过多久就混得烂熟 因此 他提议购害魏元忠 而此时 莱俊臣也有想要加害之人 因为迎合上议 除去了周兴 陈长倩 莱俊臣 官生从六品私职 更是认准了制造罪案这一条路 眼下 所有的酷吏都投靠了他 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对手 司行成 徐有功 李日之尚在 陈长倩这类女皇默许的案子 他们不可撼动 但是 其他冤案 他们依旧能从中作梗 莱俊臣想要肆无忌惮的害人 就必须扳倒冤家对头 可是呢 徐李二人素来轻正谨慎 直接朝他们下手把握不大 所以 他把目标锁定在了李四珍的身上 李四珍 以幼玉史忠诚的身份 巡抚诸道 举荐了李日之 宋温锦 冤家座等人 身为武士兄弟所悟 故而 武幽宁 以陆州刺史病逝为由 表奏李四珍 接任其职 实际上 是把他排挤出洛阳 从恩怨角度来看 若朝他下手 武士兄弟 绝对会大力支持 而 李四珍的罪名 一旦坐实 他举荐的李日之 很容易就被罗织进来 继而 顺着这条线 继续攀撤 便能将徐有功 杜景俭 等司法官员 一网打尽 来俊臣正酝酿此事 国公爸提议 害魏元忠 两人一排集合 反正要炮制大案 那拉进来的人 越多越好 再说了 魏元忠是御史忠诚 库吏们多居御史之指 扳倒此人 大家都能获利 不过 这么大的事 他当然不敢自专 又去请示魏王 五成四当然乐意了 去年起父之人 多半与自己作对 趁着先前一案 余威未尽 何不将台上的 礼堂旧臣清除干净呢 这无疑又是 对李伦的沉重一击 说不定啊 借着这股风 自己就能入主东宫了 五成四当即承诺 全力支持 还鼓励来俊臣 把案子办得越大越好 于是所有酷吏都行动起来 诬告信 历史塞满同轨 目标直指最有影响力的七位礼堂旧臣 宰相人之谷 裴行本 敌人节 司礼卿崔轩礼 文昌左城卢县 御史忠诚魏元忠 陆周刺史 李四珍 武赵猛然接到这么多上告 也很吃惊 这次事件与陈长倩之案不同 并非他策划默许的 因此他甚感矛盾 凭心而论 他很看重这七位大臣 尤其是敌人结合魏元忠 但是他心里也清楚 这七个人最早都是理智提拔的 八成心里边呢 也在怀念礼堂 究竟该不该严惩呢 无论如何案子已经出了 甭管是不是冤案 先审审再看 于是下令批捕 几位重臣历史就被打入诏狱 追根溯源 一切的起因 就是因为魏元忠心直口快 得罪小人 按理说他已经上过一次刑场了 而且上一次也是因为得罪小人 侥幸逃过一劫 就该吸取教训 但是他偏偏是我行我素 就是改不了这桀骜的脾气 哪怕观尽诏狱 依然是一副满不在乎之态 悠哉悠哉在牢里一躺 提审之际 他非但不认罪 连动都不动一下 最后狱卒拖着他的腿 硬是把他拖至躺上 有声小说武则天 从三岁到八十二岁 作者王小蕾 演播 骆驼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